据台湾媒体报道,韩国音乐剧演员金浩英日前被爆料对男性友人性骚扰,被害者A男称当天被对方以身体不舒服为由,约在车内谈话,后因疲倦睡着,睡到一半惊醒。 一看,发现正在被对方性骚扰,便惊慌地逃出车外,并表示自己在裤子被脱掉的情况下,逃出车外一事,应该有被监视器拍到。 被害者A男还声称,向金浩英要求道歉后,对方非但没有道歉的意愿,反而还在与经纪公司商量后,威胁要向媒体爆料,使A男主动诱惑。 这才向警方报了案,但报案至今已经将近一个月,金浩英却以不方便调整行程为由,一直为道案说明。 对此,金浩英所属经纪公司表示,确实有收到诉状,但内容完全不是事实,并声称有无嫌疑,将会在警方调查后公开。 全面否认了指控,也为对被害者叙述的内容,做出详细回应,非凡于乐。